想要請院長剛剛再麻煩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說今天我們是針對近期我們屏東這些 不管是交通 安全 工程 活動這些事件 所以犯了這樣子的一個祈福的這樣的一事 那請問一下您針對最近的這個事件的話 您現在有哪一些的觀察看法跟副委呢 現在屏東最近這幾個月最轟動 轟動全台灣 轟動全世界就是眾數百里 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把從淋落到恆春 整個安全島的樹全部挖光 土也挖光 然後重新填土 然後重新要種 跟原來差不多的灌木跟橋木 而且花那麼多錢 然後造成整個空空洞洞 時機不對 地點不對 而且施工的品項 品質都不對 所以我們看的真的是瞠目結舌啦 我們可以用花更少的錢做更多的事情 這一項 這一個項目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而且是單會公堂 48.8億 聽說還要再追加10億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行政界趕快把這個事情趕快做個了結 我們已經有三十幾個同胞受傷 我們有一個過世 所以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平蘭要做一條救命的路 我們不要直訴百里 這個是太糟糕 那我們周村民大委員 他今天去商工處 昨天交通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也來 來了也沒有去看這條路 就是去檢討其他的 其他的六項交通經濟 一樣都沒做 那你要做的話就趕快能開工 趕快開工 屏東不能再等待啦 那周大委員 你今天商工處晚了一點啦 應該三個月前就應該去關心 蘇清泉是一直持續在關心 你看看我發表的文章就知道 所以我們希望屏東更好 就像主席剛剛講的 我們屏東的年輕人 我們的薪資所得是最低的 三個小孩 兩個北漂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再忍耐 希望大家給蘇清泉機會 屏東出頭天 立地變藍天 謝謝大家 謝謝 另外我想要跟院長再請問一件事情 因為昨天立法交通委員會下來了之後 交通部他們是有承諾說 在12月以前會儘快確定平蘭快速道路 路廊的配置方案 請問您對於這件事情 跟你一起提到平蘭快速道路 平蘭快速道路我們希望是從 南州到恆春 那它現在的規劃只有到 仿寮水底萊那邊是不夠的 應該再往南連升至少要到豐港 每次講 講完一下子我們輸出 曾昌院長點頭了 點頭是什麼意思 他點頭點了很多次了 我們希望落實就是環平已經過了 就趕快開工 我不是要檢查什麼路廊什麼邊坡 那個都是繪畫 六項交通建設高鐵也是一樣 平北的快速路也是一樣 沒有一樣做的趕快快馬加鞭 我們 大家支持我 讓我能當選 我一定可以開工的 我會馬上開工 那請問一下現場的媒體朋友 還有其他有什麼問題 對 對 那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今天點頭到的媒體圖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